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我们讲了四样如何在家居隔离的情况下 保持我们的心境开朗和精神健康 我现在再讲几样东西给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隔离地间我们可以多了时间 做一些我们平时没有做的事情 其中一样就是培养我们的兴趣和嗜好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时间去管画 或者是练一下音乐 弹一下琴 找一些以前他可能没有时间做的东西 或者反出来做 也很有兴趣的 例如去裹一下蛋糕 做一下西饼 甚至是现在网上很多菜堡 有空的时候做一些食物 或者和家人一起煮饭 煮小菜 一起两用也是非常好的 第六样我们也不要忘记 其实我们在家里有这么多时间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时间来学习 很多网上的资源都已经公开了 让我们可以来用 有些大学 图书馆 博物馆 音乐厅 舞蹈团 很多电影都是公开 免费地给我们来用 我们可以预计这个学习和娱乐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第七样我提到大家 就是你可以利用时间做一些整理 清洁 维修一下自己的家 改善家居的环境 做完之后 你会觉得换完一身 觉得很开心 好像最近我也利用这个时间 是将我家的那盏水晶灯 逐一粒水晶来擦干净它 我整晚上了开灯的时候 发觉哇 吹灿纷纷 觉得很有成就感 给予一个新生命 给予这盏灯 这是一个非常之我享受的时间 那不要忘记 就是我们要给予一些时间 给予自己静下来 一个静修的时间和空间 可能你要找一个房间 关门门 叫人不要骚扰你 让你可以放松 做一些松磁练习 做一些默想 如果叫图的话 可以利用圣经一些经节 例如画诗篇23篇 来到这对眼睛 想像一下经文内所提到的那种景物 或者给我们那种舒服 鬆弛平安的感觉 作为一种充电的方法 这对我来说 一日忘记之后 有这样的时间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说到这里 我想再加多一个聊天 就是第九点 我们也不要忘记 照顾自己之余 也照顾下有需要的人 在这个疫情扩散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事业 深处关怀的时候 来到去照顾下有需要的人士 比如独居的老人家 或者是特殊需要的人士 行动不方便 或者是有病的人士 可不可以打电话问一下他 或者帮他去购物 甚至帮他去看医生之类呢 如果能够做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将这个热景里面 我们的生活 加添了神的善意 我想大家都会来以为之 希望以上种种的建议 总共有九项 希望大家都能够 试下 看看对大家 保持心理健康方面 我相信一定有很大的帮助